9月20日,苹果iPhone11系列正式在香港发售 本次香港地区发售需要以网络预定方式才能取货 首日的手机配额一早就被预定完 记者在香港铜锣湾苹果旗舰店看到 店铺里客流量较大,每个会台挤满了人 果粉们在店内购买及适用新手机 但不如往年人潮汹涌 中午12时,香港iPhone新品当日配额已经售完 购买者需预定之后的日期才能买到 记者注意到,内地游客购买量有减少的趋势 但由于菲律宾和越南等国没有新品出售 很多海外国粉专程乘坐飞机前来香港抢货 当日在队伍中打头阵的是菲律宾男生Eason 他等候了整个通宵 也有越南游客专程过来买货 因为我来要上港旅行,然后来这里买的 但是在这里要订货 我刚来的还没订 所以我在等一下有人卖不卖我可以买的 在越南是没有卖 觉得是有点贵的 还比七代八代价格好贵 据了解,香港iPhone 11价格从5999港元起 iPhone 11 Pro价格从8599港元起 iPhone 11 Pro Max价格从9999港元起 大多数民众表示iPhone 11价格还可以接受在合理区间 但是Pro的价格就比较贵 性价比不是很高 今天买不到就是很多没有货的,要上网的 因为太多人买了 价格应该是一分次一分货,没问题的 应该都合理的 价格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跟我现在的手机没什么很大区别 也没有换的冲动 我觉得一般吧 没有太多亮点的吸引我来买这个东西 然后我计划是有可能想换一个Mate 30 等它5G出来 我是在网上订购的,然后当时也没有 就是还蛮顺利的,没有说一手而空 对我来说我觉得11还好 但是如果是Pro的话还是我觉得偏高 因为差不多是一个电脑的水平了 对于iPhone 11系列的新功能 大多数民众认为 其在摄像头和外壳设计方面有所改善 最好看的是暗夜绿配色 也有人认为新品没有亮点 没有5G功能,新设计都比较鸡肋 新的可能有科技或者很多东西不同 所以想买新的 跟之前的iPhone,应该现在是绝多功能一点 好用一点 觉得有一个漂亮还会有我习惯的 是有三个镜片,很漂亮的,很喜欢的 还有今年有别的颜色,新的颜色 绿色的,所以也好看 它没有太突出的亮点,我都没记住它 就是感觉像网上说的一样 有浴霸,像个浴霸,三个摄像头 然后其他没有很多亮点 然后可能就是色彩方面增加了一些后盖之类的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